好然后呢我们来看看十字交乘法如果希望我们透过这个方式解出因式分解的话 那我们必须对这个概念再进一步的做一点探讨 让大家更了解说十字交乘法在一次相细数甚至长数甚至是二次相细数的时候 他们的关联性到底是什么 好如果今天题目告诉我们说希望我们展开来x-3乘上x加6 好我们来试着把它运用分配率做出来 x乘以x就会是等于x的平方 x乘以6就是加上6倍的x 负3乘上x就是减掉3倍的x 负3乘以6就是加上 sorry减掉18 好减掉18 那这边我们把同类相合并就会得到的结果是 x平方加上3倍的x减掉18 那我们来对照看看 刚刚我们讲过的概念 如果今天我们把它叠在一起 x-3x加6 好 x乘以6是x平方 x乘以6是x平方 减3加6乘起来呢是减18 交叉相乘相加呢 负3x加6x是加3倍的x 就是一次相的系数 就是加3 加6减3就是加3 好 那这边呢我们要特别特别的把它提出来讨论的原因是 大家可以看一下 如果今天这样的形式换成x加上a乘上x加上b 好我们一样把它展开来 展开来的结果是x的平方 x乘以b就是加上b倍的x a乘以x就是加ax a乘以b就是加上ab 所以我们把它同类像合并的结果就会变成x平方 加上x提出来前面变成a加b瓜乎的x 再加上ab 所以 从这样子的符号我们就可以很清楚很清楚的看出来说 其实如果两个一次是相乘 两个一次是相乘 他的系数 他如果x二次向的系数 是1的情况下 代表说这两个x前面的系数都是1的 好然后呢 交叉相乘的结果也代表说会得到了 两个一次像嘛 两个一次像就是多少x加上多少x 我们可以知道 x的系数就是这两个数字的合 就是a加b是 这两个系数的合a加b 然后呢 常数的部分就是这两个系数的g a乘以b 那倒过来我们想想看 倒过来我们想想看 如果今天 题目给我们一个 二次多样式 他给我们二次多样式是 x平方 加上3倍的x加上2好了 那我们可以知道说 如果我们要把它拆成两个一次是相乘 两个一次是相乘 这两个一次是 的 这两个数 这里的这两个数 会是 乘积会是2 乘积会是2 然后呢 交叉相乘以后相加会变成中间的3x 因为这边的系数是 a加b瓜糊乘x 这就是十字交成法的 基本概念 1 3 2 2 3 1 2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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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